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船上 是進長洲的晚船 我們準備今天的長洲兩天一夜之旅 有人說長洲可以去14天 有個帖文說長洲14天之旅 不知道可以玩什麼 我們已經到了華威酒店的房間 我們這次住在三樓 現在先來一個room tour 然後給大家看這房間最重點的東西 我們先去看看廁所 這次住的是長洲華威酒店 選擇了最基本的海景蓮露台房 使用了shook.com去預訂 一晚價錢是$678 介紹完畢,繼續 我覺得廁所不錯 這個廁所不錯 這是什麼?是否可以按的? 按鈴? 嘩!很先鎮 這個按可以開燈 如果要化妝可以 特別是這個位置 如果女生有很近鏡的位置可以拍到 但鏡子有點蒙 所以可能看得不清楚 但這裡燈光也不錯 而且比較想像中 它是新鎮了 因為它應該有裝修過 我覺得 這個杯挺漂亮的 雲石 這個挺貼心的 有Tissue 我現在應該馬上拆掉它 因為我們沒有帶很多紙巾 有隻可以拿回家 我先說 我只是這樣 然後我們先來看看其他配件 我想說 這個電視給我第一感覺 我想起那個入住情敲門 它有一集去馬來西亞 是這個櫃 每天有櫃的東西會有雪花 睡覺前 那時候一定要關上去 我們可以今晚試一下會不會有雪花 不過 香港沒有靈異 接著就來到我們的重點 就是這個 登登! 哇 這個位置真的超級多 耶 這個位置就是露台 我覺得超舒服 因為以前我記得跟我家人來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早餐 我本身也想過 不如在這裡吃早餐 因為看著露台 但後來想一下就不好 因為他一個早餐的價錢都挺貴 好像要88元一位 但是送上來吃的東西 差不多都是那些東西 而且這陣子真的很熱 如果坐在外面吃早餐 應該才是熱死多過會好吃 那些東西 所以就決定這個陽台就有得它 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一會 就出去就會游泳了 一會兒見 我們到現在去吃早餐 我們到現在吃早餐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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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嘆 好厲害 Bent,我們現在去吃海鮮 應該是吃飯了,現在已經是7點了 剛才剛剛游完水了 因為我們的樣子太臭了 然後我就沒有打算給大家看我的樣子 現在這個樣子才是我正常 比較見到別人的樣子 我們有沒有什麼心想是吃什麼餐廳 吃海鮮餐廳 海鮮餐廳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餐廳可以吃 你長洲不吃海鮮就是不要說自己去長洲 就找到一個海鮮再跟你說 我們找了一間價錢和環境相對好一點的海鮮餐廳 就點了一條魚 粉絲蒸帶子 薑蔥炒蟹 通菜 還有螺 今晚就是這五個菜 Yeah 開餐啦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那頓海鮮飯了 因為這裡燈光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打算在這裡說 剛剛我們去吃的那間是叫做真味海鮮菜館廳 然後我們就點了四個菜 他就送了一碟所謂的油菜給我們 然後加上多少錢 加上多少錢 352 而我就點了檸檬茶 你就點了可樂 352 我覺得在長洲價錢五個菜 其實都算划算了 我覺得它那裡的食物 整體水準都可以的 但是我一個結論就是 覺得那些東西很鹹 因為可能平時我吃的 比較清一點 但它很多 例如那個所謂的通菜炒菜 它是用了很多蝦醬 有很多鹽去炒 我覺得很鹹 別人的菜已經說了 蝦醬炒通菜 我不知道蝦醬是這麼鹹的 蝦醬是鹹的 然後是蟹 蟹也可以的 我覺得都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除了清蒸蟹以外 因為清蒸蟹 你在家裡都吃到 我沒理由出來餐廳叫一個清蒸蟹 對不對 長洲吃的薑蔥蟹 是可以試到餐廳的鍋器 看看夠不夠好吃 那現在我們去做什麼 現在我們回去休息一會 先打一下機 然後我們就出來買宵夜 沒錯 碗仔翅和糖水 那我們就走吧 長洲美食街就是這裡 它是位於碼頭的旁邊 我們點了個碗仔翅 吃碗仔翅一定要放紅醋和胡椒粉 還有串燒 好 我們剛剛已經買完所有宵夜 然後回到酒店 我們當然不要浪費了外面這個露台景 然後去吃這個宵夜 這裡有一個碗仔翅 有些不同的材料 碗仔翅 然後冬菇 醋 鹽 胡椒粉 那些都在 我自己買了兩條 一條是我最喜歡吃的牌子 然後這個是龍蝦丸 我叫它煮 因為我不喜歡吃炸的 這兩個 然後我們再加一杯水 先倒奶茶出來 我們要假裝很高級的吃 這個顏色 我還以為是白一點的 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神魚奶茶 不同顏色的 讓我試一下這個奶茶 還可以的 但我覺得奶味很厲害 神魚 我喜歡喝珍珠奶茶的口感 這個比較濃的 但還可以的 可以可以 嗯 看這個景色 吃東西是一流的 真的很好吃 嗯 但其實本身是不知有這個 長洲食街這個東西 我真的以為是晚上收了店 就沒有東西吃 然後就想 你糟了 應該要買便利店 什麼雪糕吃 很普通的零食小食 誰知道原來都會有這些 我覺得很想 但它就選擇不多 就是買這些 還有粥 車仔麵 碗仔粒 還有一些手捲壽司 不過因為 它在街邊 沒有雪藏的廁所 你會不敢吃 對 那我們就繼續吃 然後就 明天再見 拜拜 再見 我們本身打算去一間 那什麼艾保餐廳 買那個 全日早餐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買外賣回來吃 因為這裡說 早餐很貴 然後竟然跟我說 不做外賣 然後就說 蛤? 不做外賣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 對 你之前吃過 你覺得之前那間可以嗎? 可以嗎? 對 如果你在那裡住 就可以免費吃 如果買都不貴 50元而已 但是它不知為什麼不做 就算了 所以就隨便找了一間茶餐廳 就解決了 這個是包 裡面的鹹 很正常 這個是蛋 我介餐肉 雞 這個 然後就來買長洲很出名的芒果糯米池 它就位於天后宮附近 這一間的喜樂小店 除了一般的糯米池之外 它還有 例如雞蛋仔 三色冰等等 可以買的 最後一站就來吃大魚蛋 它有不同的味道的醬汁 大家按起號選 就可以了 好蛋 好 我剛剛多次來場都是吃這間 嗯 我和你第二次來場 其實我真的是第二次吃這間 哈哈 好吃就好了 嗯 那這次的長洲之旅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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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